各位,財政司長唐英年公布新一年的預算案 其中提出三項一次過寬免措施 何文文報道 今年4月和7月 政府會分別寬減首兩季的差響 每戶每季上限5000元 99%的住宅物業可以獲得存額的寬免 要交身奉稅和個人入息稅的市民 10月收到的稅單將會減免0607年稅款的一半 上限是15000元 有32萬人可以獲得足額15000元的減免 而領取縱援及相殘高齡津貼的受載人 會獲得發放額外一個月的標準金額 預計100萬人受惠 三項措施令到庫房少了149億 政府有能力還富於民 是由於綜合盈餘多達551億 是原本預算的10倍 但唐英年說市場波動大要審慎理財 稅務上的寬減大約有四分之三是一次過的 只有四分之一是長期 我覺得這個我們是能夠做到審慎理財的原則 但是與此同時也都是可以與民共赴的 立法會會在3月28、29日就預算案作出辯論 4月18日就由官員作出回應以及由議員去投票 看看是否通過這份財政預算案 毛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 唐英年晚上出席電視台舉辦的財政預算案論壇時說 提出的稅務寬減對很多人來說非常可觀 而不即時以支票退稅是希望市民全年都記得 我們計算過大約一年生二十萬至四十萬的人士 他們那張稅單會比去年同期大約少了七成 因為百分之五十的官的退稅 再加上他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減稅 所以變成他的稅單大約少了七成 即是說我們去到第四季的時候 他們都仍然會記得 今次這個稅務上的寬減 其實他們的受惠是何等大 下節新聞題要在九點四十八分